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件奸杀案 这个惨死在警区的女孩 名叫唐欣 死亡时才23岁 报案的是警区的工作人员 早上5点 他们巡查警区时 在偏僻之处 发现了穿着超短裙的唐欣尸体 据调查 唐欣是试篮球队的拉拉队队员 根据他身上的伤口 初步判断是窒息死亡 队长陈队汇总了近三年来 所有未破获的奸杀案件 发现唐欣遇害案 与两个月前的一起案件 以及两年前的三起案件 都有相同之处 这些死者遇害时 穿的都是制服 而死因也都是窒息 所以陈队认为 这5起案件 很可能是连环监杀案 可以并案处理 徐恒同意这个看法 不过这5名受害者的类型 看起来不太一样 凶手会不会是两个人呢 或者是不是在这两年间 凶手的心理受过什么创伤 导致喜欢的类型变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警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根据现场痕迹判断 出事时间应该是 昨晚的10点到11点之间 凶手的年龄在30岁左右 因为作案时戴着鞋套和手套 所以没留下其他有用的痕迹 不过他倒是把死者 除了制服以外的随身物品 全都带走了 并且侵犯死者时 还做了措施 可以看出凶手非常谨慎 根据目前的线索 陈队认为 死者唐欣应该认识凶手 否则不会在天黑之后 还和凶手一起逗留在警区内 那这么看来 警方目前的调查方向 应该是唐欣的社会关系 警员小伦 很快就查到了 唐欣的社交账号 但奇怪的是 动态全被删除了 要恢复的话 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小伦还查到了 这个账号最后一次 登陆的时间和地点 是昨晚10点半 在警区附近的一个酒吧 所以这么看来 兄者应该是通过社交账号 与唐欣接触的 两人在网上 约定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之后见面时 实施了尖杀 此时法医这边的检查 结果也出来了 唐欣生前确实遭到了强奸 身上还有多处伤痕 应该是抵抗时产生的 死亡原因 就是绳索导致的窒息 根据这些线索 陈队对凶手 有了初步的侧险 他应该没有固定的工作 性格比较孤僻 喜欢赌博 而且喜欢戴帽子 隐藏自己 但外貌应该还行 也因此才能吸引到唐欣 根据这些推断 警方对唐欣最后出现的网吧 进行了检查 初步锁定了10个嫌疑人 一个叫王伯 另一个叫卢勇 但卢勇不知道去了哪里 现在还没找到人 徐恒得知后 便先对王伯进行了审问 他直接拿出了死者 唐欣遇害时的照片 王伯看到后 表情非常厌恶 而且还一脸懵 从他顺手的反应来看 徐恒认为王伯不是真凶 否则他看到照片 不是恶心 也应该是亲密 但王伯却不是这样 所以真凶应该另有其人 就在这时 去找卢勇的陈队回来了 他们发现 卢勇竟然失踪了 那他的嫌疑就很大了 警方立刻对他进行调查 发现这个人从高中毕业 就去了外地打工 两年前回来过一次 时间正好是第一次案发前 后来他就又去了外地 直到两个月前才回来 从时间来看 卢勇两次回来的时间 都有案发时间吻合 所以他确实有极大的嫌疑 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他的信息 徐恒便和女警米露 去了卢勇的住处 人是肯定不在家的 不过两人去的时候 正好碰上卢勇 一个邻居大妈在量衣服 于是两人便对大妈进行了询问 据大妈称 他们家和卢勇做邻居 也有十几年了 卢勇是领养的 他母亲一个人带大他 非常不容易 艰难地供他上完高中 卢勇却怎么都不愿意 再读书了 独自一人去了外地打工 而两年前他母亲突然自杀了 时间大概就是八九月份 自杀的原因是得了胃癌 还是晚期 家里穷治不了 那次两人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他就随口说了一句 你活着就是拖了儿子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 他就得知卢勇母亲死了 真是罪过啊 得到这些线索后 两人就回了警局 此时陈队这边 也有了意外发现 他仔细观察了 五名死者死亡时的状态 发现前三名死者腿部 非常光洁 后两名死者腿上 却有很明显的伤痕 从这点来看 凶手肯定是两个人 第一个喜欢受害者的腿 所以会非常爱心 而第二个人 也就是卢勇 只是会选择穿制服的女人下手 因此可以确定 卢勇是第一个凶手的模仿犯 他作案应该是在向偶像致敬 第一个凶手作案三级 那么卢勇 应该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作案三次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两次作案 所以很可能会开始筹备第三次作案 而目前警方已经对他进行通缉 他为了掩人耳目 肯定会选择一个自己非常舒服 且有把握的地方 他不经常回来 那最有把握的地方 应该就是他家附近 听到这话 徐恒瞬间想起 今天对邻居大妈进行询问时 大妈十几岁的女儿 曾穿着制服出现 而且在他们问到 卢勇母亲自杀的原因时 大妈的眼神明显由此躲避 所以他之后说的话 极有可能是谎话 米露听到后 瞬间明白了 如果大妈说谎 那这个和卢勇母亲吵架的人 应该并不是他 而是他的女儿 一旦卢勇知道了这件事 一定会认为 就是这个女孩 渐渐害死了他妈妈 也许吵架那天 女孩穿的就是制服 所以之后 卢勇才会一直选择制服女人下手 众人都赞同米露的推断 正巧问话时 得知女孩下午要去上补习课 于是警方立刻集结警力 准备去女孩所在的补习班 而此时在警方还没赶到时 女孩就已经下课放学了 与同学告别后 女孩就踏上了回家的小巷子 但走了一会儿 一个黑影突然跟了上来 女孩好像察觉了 走得越来越快 后来甚至跑了起来 可他终究没有甩掉身后的人 拐弯后 男人竟从前面窜了出来 差点把女孩吓晕过去 而女孩看到男人的脸 扭头就想跑 但还是不敌男人 瞬间就被勒住了脖子 男人拖着女孩 就准备往岸出去 就在这危急时刻 警方即使赶来 男人瞬间愣住了 慢慢扭过头来 警方发现 这人确实是卢勇 于是立刻把他带回了警局 可在审讯室里 卢勇除了喝水吃饭 一句话都不肯说 看他的样子 像是在维护之前的凶手一样 既然从他这里得不到线索 陈队便决定 再对之前的三起凶杀案 进行调查 看看是否有被遗漏的线索 不过案件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案发现场 肯定没有什么线索了 于是徐恒便带着米露 去了其中一个受害者 思思生前工作的公司 思思这个空姐 据他以前的领导称 他工作还挺认真的 凭这个同事相处得也很好 不过当问到思思的私生活时 领导明显有些迟疑了 之后便笑着称 自己也不清楚 徐恒一眼看出 他是在撒谎 不想浪费时间 于是便直接拆穿了他 领导有些尴尬 不过之后便说了实话 他承思思这个人 虽说与大家关系都不错 但私生活却很丰富 之前还拆散过别人的家庭 能被他看上的男人 都是比较有钱的 并且外貌也不差 但他遇害之前 与哪个男人接触比较多 他就不清楚了 此时陈队也带着警员 去了思思家中调查 因为这里出过命案 导致房子两年都没有租出去 房东大妈也是无奈的很 屋里倒是没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警员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思思家的窗户正对着一座山 警员有了一个发现 这几名死者的死亡地点 都与山有关 除了思思是死在 正对着山的家里 其他四名死者 全都是死在山上 而且思思也是本案 唯一一个被掐死的 之后凶手就改用绳索作案 所以这么看来 凶手在杀害思思时 是没有预谋的 应该是受到了某种刺激 才作案的 不过凶手在杀害思思之后 是怎么盯上 另外两名死者的呢 根据调查 这三名死者的交际圈 根本没有重合的地方 徐航听到这里 又结合这三人 光鲜亮丽的工作 有了一个想法 凶手会不会是在工作中 认识了这三名死者呢 这样的话 调查他们公司合作的企业 也许能有意外的发现 没想到 还真被徐航说中了 警方通过调查 很快就锁定了一家 叫做天成资讯的公司 这家公司在两年前 和三名死者 都有过培训方面的合作 而其中有一名 叫做莫名的男职员 在五年前和卢永 还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所以这么看来 这个莫名 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个凶手 于是警方立刻去抓捕莫名 而此时徐航 则准备对卢永进行审问 直到卢永喜欢赌博 徐航便决定跟卢永玩一局 两人说好 要是徐航赢了 卢永就要接受审问 卢永非常有自信 但他不知道 徐航可是心理专家 果不其然 最终卢永就输在了 自己的微表情上 他还算守信用 只告诉徐航一句话 你们调查过的人 都很尊重他 听到这话 徐航立刻察觉坏事了 他们这次要抓捕的莫名 只是一个助理培训师 怎么可能会让所有人尊重呢 徐航立刻给米露打电话 但此时已经晚了 米露等人 已经在公司控制住了莫名 可莫名却一直喊着搞错了 米露正不耐烦时 突然接到了徐航的电话 但不知道为什么 信号特别差 于是他独自一人 去了角落的露台 可没想到 依旧听不到徐航的声音 而在这时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却突然从角落里出来 上下打亮米露的制服与小腿 下一秒 米露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扭头一看 便陷入了黑暗 等着再次醒来 已经被脱掉外套 绑在椅子上了 一个穿西装的瘸腿男人 此次盯着他白嫩的小腿 之后他便忍不住了 猥琐地抚摸着米露的小腿 就在他沉迷在美妙的手感中时 米露一脚将他踹倒 随后拔腿就跑 但没想到 刚到外面的走廊 男人竟拿出了一把枪 米露瞬间止住脚步 就在两人对峙时 徐恒等人终于赶到 而男人看着警车 赶紧从后面挟持住了米露 警员立马让男人停手 他们之所以能找到这里 多亏了徐恒的办法 得知米露失踪后 警方经过排查 最终将嫌疑锁定在了莫名的上司 排训师长学斌身上 他这个职位也符合卢勇所说的 能令所有人都尊重 但他会去哪里却是未知 徐恒认为 现在知道长学斌 藏身之处的 也只有卢勇了 不过这人的嘴可是言得很 于是徐恒想了一个办法 他猜测卢勇和莫名 应该都是长学斌的信徒 所以故意用莫名来激怒卢勇 他用各种证据来证明 莫名方方面面 都比他做得好 甚至在两年前的案子中 也做得非常完美 不像卢勇 就是因为最近的两起案子没做好 所以才让警方抓到把柄 进而查到长学斌身上 卢勇听到这话 瞬间怒了 但徐恒才不在乎他的态度 并且还下了一剂猛药 称长学斌现在绑架了他们一名警员 以此来谈条件 威胁他们要将莫名放了 他和莫名都在警局 但长学斌却只要莫名 这还不能证明长学斌 根本不在乎他吗 卢勇听到这话 起初还不相信 可听到警员说 要从莫名去找长学斌时 却瞬间慌了 脱口而出大明山 徐恒得到这个线索后 赶紧带着警员们冲了过来 正巧碰上长学斌和米露对峙 为了救米露 徐恒和长学斌谈判 称自己没有武器 而且也没有米露能打 为什么人质不换成他呢 也许是出于多一个人质不多的心理 长学斌最终让徐恒上来了 徐恒上去后 慢慢进入屋内 没想到 却先看到了前三名死者的照片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激怒长学斌 他故意说 思思嫌弃他残疾 还说他不行 要是思思看到现在他这个样子 肯定更嫌弃他 长学斌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明显是生气了 就在他准备对徐恒动手时 迷路找准机会 瞬间将长学斌制服 最终长学斌被抓捕归案 审讯事理 眼看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长学斌最终交代了一切 他从前三名死者 确实是他杀害的 而思思是他杀害的第一个人 他本来特别喜欢思思 甚至还想跟他结婚 可谁知道 思思是个拜金女 得知他出车祸 导致身体残疾 就不由分说要分手 甚至还羞辱他 任他怎么挽留都不行 他被逼急了 一直失手 本来小时候他因为家庭原因 性格就非常敏感 这件事后他受了刺激 便开始对身穿制服的女性下手 以此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 后来之所以收手 是因为找到了合适的继承人 卢勇 两人有相似的童年经历 所以他把自己杀人的经验 全部交给了卢勇 这两人可真是变态 因为自己的心理原因 净残忍对其他无辜女性下手 真是可恨 等待他们的 一定是法律严厉的制裁